中医有望,闻,问,切似诊法,其中望就是只观察患者的脸色等外在表现来推断患者的病因,这是因为人身体的健康状况往往与脸上气色相关,身体健康的人气色会比较好,而身体出了问题的人,脸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肝脏作为人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发生了问题往往也会显示在脸上, 那腰脸上有了哪些毛病是肝不好的信号呢?广东省中医院肝病专科主任医师石小林教授在此前采访中给出了答案 1.脸上皮肤干燥,无光泽 石教授表示维生素A是促进上皮组织的生长和分化,维持上皮的完整,维持皮肤的湿润度的重要因素 2.而当肝脏患病时,肝功能发生障碍,会影响小肠对维生素A的吸收,从而导致体内维生素A的含量降低,并且肝损害还将影响维生素A的吸收和转运 因此,当人肝脏生病时,就会出现皮肤干燥的现象 2.面部皮肤变黑,出现黑红色欲点,淤斑以及眼圈发黑 慢性肝病患者,特别是肝硬化阶段的患者,面部皮肤颜色往往变黑,并且有时脸上还可见黑红色欲点,淤斑 这是因为当肝脏出现问题时,肝脏的解毒灭活能力降低,会使人体内的丝激素增多 皮内的流青肌对络氨酸酶的抑制会减弱,结果络氨酸酶变成黑色素的量会增多 沉积体内,从而使皮肤变黑,另外,肝病患者交感神经抑制黑色素生成的作用减弱 促使黑色素生成增多,色素进入皮肤,就会出现面部离黑的现象 以上两点是肝病患者比较显著的特征可做参考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脸上严重出现了上述情况,可以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肝功能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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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 把这些角色放检查